大家好,这里是三诺雷哥 这才是我们河南农民 六七十岁老人的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写照 同时,今天的这期视频 让很多人都知道 城市六七十岁的父母 和我们农村六七十岁的父母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今天呢,是2023年的10月1号 也是中秋节,也是国庆节 城市的六七十岁的父母 他们都在旅游 而我们六七十岁的农民 他们在干嘛呢? 区别到底是有多大呢? 想知道这个答案呢,朋友们 随着我的镜头 咱们去现场上给大家实拍实拍 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 首先呢,先给大家拍摄一下 今天的温度啊 通过这个画面呢,咱们都会看得出 今天天气大晴天一个 今天温度最高,这边会达到二十二三度 这次达到二十六度 同时,今天呢,是十月一号 也是那个中秋节 国庆节 祝愿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所有的网民朋友们刷的这个视频 你们中秋节快乐 国庆节快乐 看到没? 那边的农民也是在干活 刚刚干完活 早餐还没吃呢 准备回家吃早餐 那边一路盲目的现象 看到没? 这边正忙活着呢 面朝黄土 背朝天 这才是我们农民应该做的工作 干了什么活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我把镜头给大家近距离的拍摄一下 通过这个画面呢 我相信咱们都清清楚的看得到 就是在收获花生 此时此刻我都在想一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的咱们农民朋友 也在考虑过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 能不能往后推迟一些 也就是说 让农民也过个国庆节 也过个中秋节 是不是? 让他们 让农民也去旅游旅游 也去外面潇洒潇洒 是不是? 这个中秋节国庆节 基本上都是在每年呢 农忙的时候 秋忙的时候 过这个生活 哎呦 过这个节日 感觉太不公平了 是不是? 朋友们 提到不公平这块呢 我相信很多咱们农民朋友 六七十岁的农民啊 都非常清楚 呃 城市六七十岁的老人 和我们农村六七十岁的老人 区别 我相信咱们都非常清楚 尤其是城市的一些市民朋友 他们之前在单位上班啊 一个月反正是领着工资 退休了 也有退休金 而我们农民呢 也有退休金 只是多少的区别而已 每个月 每个月领个一百块钱 甚至有的一百多一点 一百块钱 甚至两百块钱 这个能够干嘛的呢 我相信咱们农民朋友 都非常清楚哈 这就是区别啊 但是咱们农民朋友 也是非常清楚 农民根本就没有休假日 一年四季的都在忙碌着 干着微薄的收入 但是服务着整个中国人 如果不是农民种植这些花生啊 玉米啊 大豆啊 还有小麦啊 城市里面 怎么可能能够吃到 白白胖胖的那个馒头呢 怎么可能吃到花生油呢 怎么可能吃到 这个玉米粥呢 是不是朋友们 我相信 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 应该支持一下 我们河南农民 看到没 我家的花生 今天产量还行啊 颗粒特别饱满 看到没朋友们 一颗颗粒饱满 最关键的是 我们使用的种子好 管理好 肥料好 还有一个 我妈 藏过她的草牢了 来 妈 手凉这 姐姐在那花生餐粮炸呀 餐粮好 一屋 你面对井头啊 手也快点 你看 这脑啊 看到没朋友们 确实比较不错哈 农民苦不苦 农民苦 累不累 累 遭罪不遭罪 遭罪 这就是我们农民最真实的新生和朋友们 面朝黄土 背朝天 有人都说到了 你们为什么不用那个机械收割呢 嗯 啊 不管进切 啊 车进不来哈 我妈说我们老家话有可能听不懂 不管进切 切 这是我们土话啊 也都听不懂 所以说我给大家沟通的时候 解除的时候 用普通话给大家沟通 为了方便 清清 呃 包括那边哈 那边啊 也是不能用机器收 原因呢 凡是知道我们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的朋友们都非常清楚哈 啊 天气不好 昨天还在下雨 前天还在下雨 所以说机 车进不来 呃 进到地里边基本上会陷下处 所以说呢 没有办法进车 只能人工来进 来进 用手工来进 拔动 所以说应该看到这里的朋友们应该 给我们河南农民打一个大得的 点一个大得的赞 啊 感谢你们的支持啊 以上呢 就是简单给大家所分享的 我们河南农民 不仅仅是河南农民吧 整个中国农民 父母六七岁岁老人 和城市六七岁老人的真实的一个写照 真实的一个区别 通过以上这个视频呢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农民为什么在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两两节日同庆 为什么不外出打 为什么不那个旅游呢 是不是 为什么不游商玩水呢 刚刚我也说过了 这两个节日啊 应该往后推迟 等农民 忙完了 把这个 下场的农作物小麦 给播种上去了 这两个节日 再到来 我觉得 这才是对农民的一个公平 是不是 朋友们 本来 城市 城市的父母和我们农村的父母区别就这么大 为什么这个节日 很明显的在欺负我们农民呢 屏幕前的朋友你 同意我的说法吗 如果同意的话 点个赞 支持下 三东雷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简单的落到这里了 我妈妈会学 来 妈 拜拜 拜拜